未来世界,衣服也可以成为食物 稍有不慎,大飞蛾就会把衣服吃光 大家来个专卖店 老板介绍一款能把屎变成鱼饼的紧身衣 而班德却看上了一款猎狐衣 莉拉认为店里的衣服太暴露 最终大家以一折的价格买到新队服 可班德还是偷走了猎狐衣 顺便去警局偷了一匹马 猎狐者先放狐狸逃跑 然后再放猎犬追击 大家骑着马在后面尾随 没想到狐狸竟然是机器做的 同为机器人的班德很难过 就连猎狗和马也都是机械做的 班德召集了一群反虐待机器人联盟 拯救了一只下蛋的机械鸡 阻止了屠夫无情的杀戮 接着他们来到猎狐农场 拿出禁止猎杀机械狐的批文 下一秒 法官就将批文粉碎 他驳回了诉求 骑着马也去参加猎狐运动 大家只好靠自己拯救机械狐 班德和弗莱顺利翻过高墙 等到莉拉翻过去时 换太子 没想到贵族们将计就计 把班德当作狐狸猎杀 另一边 机械狐刚到公司就把新队斧咬罪了 大家也开始猎杀狐狸 教授甚至动用了激光炮 但只差了一丁点 此时班德为了隐藏气息 往身上撒了些猫薄荷 班德不小心触发了陷阱 机械狐咬断他的腿帮他逃跑 班德又发现了一个陷阱 他也制造了一个 果然猎狐首领触发了陷阱 他顺着怪物团滚了下去 发现班德中了反中立陷阱 但其实是自己中了陷阱 猎狐者摔到地上 他趁班德没注意抢过猎枪 这时机械狐冲过来撕咬猎人 好家伙 又连猎人也是机械做的 他也就是个骆人 男人